他曾在鸟巢花七千万举办婚礼,请来众多明星捧场。 他曾把自己的粉丝当作家人,声称为了家人不挣一分钱。 他曾因卖假货被曝光,在直播间痛哭下跪道歉。 他就是这几天刚刚被立案调查的辛巴。 2016年短视频直播平台爆火,各种网红开始了在直播间里带货赚钱的模式。 辛巴在看到这样的状况后也心动了。 他为了让大家关注到自己,他开始在别人的直播中砸钱提到自己的名声。 因为辛巴在直播当中喜欢和别人争夺榜一的位置,他在每场直播的投入都是几十万上下。 而且短视频平台的观众也最喜欢这种简单暴力的剧情。 慢慢的辛巴就积攒了大量的粉丝和不少的大主播。 有了粉丝,有了人脉,接下来辛巴就开始自己直播。 为了能让这些粉丝变成自己赚钱的工具,辛巴有一套独特的手段。 当时的网红在直播间里一般都叫粉丝老铁,而辛巴不同。 他把直播间的粉丝都称作家人,意味着主播和粉丝是一家人。 这种做法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好评。 辛巴的身上带有一种江湖气息,总是能理解粉丝们的心声,说粉丝们最想听的话。 这让粉丝们觉得辛巴是个与众不同好主播。 他一直秉承着不在乎钱,只在乎家人的做法,让辛巴在网上名气大增。 由此,他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。 2018年,辛巴和美女总裁楚瑞雪,在鸟巢举行了婚礼。 婚礼花费了七千万人民币,胡海权担任了婚礼主持。 成龙、王力宏、邓紫棋等众多明星到场祝贺演出。 在此之后,辛巴更是一炮而红。 2019年,辛巴已经成为直播圈内的风云人物。 他也曾放下豪言壮语,说如果他卖的产品出现任何质量问题,假衣裴乱。 有了这样的保证,辛巴的粉丝们也成为了他的忠实消费者。 2020年的特殊时期,辛巴更是捐款1.5亿人民币,成为当时的四好青年。 事业从此走上了巅峰。 辛巴此后还创建了自己的直播团队。 他的徒弟和主播也是遍布短视频平台。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播却被爆出了直播间卖假货的传闻。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的双十一期间。 有一位女粉丝在辛巴直播间里买了一款燕窝,但是收到货后,发现其中居然全是糖水。 于是这位粉丝质疑这是假货,并拍了视频发布到网上。 而那位举报辛巴卖假货的女孩张红,自从公布了假燕窝的视频后,她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网络暴力。 本来消费者买到假货,讨要说法是非常正常的。 但是之后事态的发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 首先是有人给张红打电话,威胁她删除视频。 然后辛巴就在直播间声称这是有人在搞她。 并且非常地辱骂举报者张红,还说她这是在诽谤勒索。 而辛巴更是直接把张红的电话暴露在直播间内。 从此张红手机中出现了各种恶毒的谩骂和诅咒。 张红的家庭地址也被人肉了出来,这让张红的生活遭受到了灭顶之灾。 张红从此每天躲在家里担惊受怕,害怕出现危险而没办法上班,最终被迫辞职。 张红也逐渐患上了抑郁症,无奈之下只能搬家。 张红是一个单亲妈妈,还有孩子和父母要养。 之前家中的经济来源基本在她一人身上,这次的事件让她的家庭雪上加霜,基本生活都快要维持不下去了。 面对这个单亲妈妈的遭遇,我想说,一个只是想维护自己权益的消费者,因为发布一个假货视频,为什么就要让她遭受如此大的折磨? 而她心把一个主播兼卖家,她又有什么权利泄露消费者的隐私? 而那些网友也好,粉丝也罢。 为了区区一个靠卖货赚钱的人,如此大费周章地去伤害一个人,这样做你们得到了什么? 俗话说,天理循环,报应不爽,就在辛巴以为自己能够凭借各种手段成功洗白时,职业打假人王海却站了出来。 王海直接拿出权威机构的鉴定报告,报告上面明确指出,辛巴在直播间中所卖的燕窝就是一种饮料而已,其中并没有燕窝的成分。 也就是说,辛巴卖的这种产品,正如举报人张红说的那样,也就是一碗糖水而已。 这种饮料成本连以块钱都不到,可以说是欺骗消费者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 而随后,广东市食品监督局也介入了此事,经过检测证明了这款产品确定是假货无疑,随即开始立案调查。 随着真相大白于天下,公道自在人心。 当初备受迫害的张红也终于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。 而反观辛巴,在直播间中如小丑一般,在镜头面前痛哭流涕,又是鞠躬又是下跪道歉,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。 他在所有人的心目中,已经成为骗子一样的存在,而他当初大言不惭,声称假一赔万,如今也成了退一赔三,而且还有一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收到赔款。 辛巴注定被世人唾弃,为了自己的利益,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,甚至于差点伤害到别人的生命安全。 我认为这种人真的犹如畜生一般,等待他的也将是法律的惩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